这是卖这个女士用的 现在来喝杯咖啡 这个店的话有点像心 来杯茶吧 吃干鬼 有点猛 OK 现在这边很早 这边的人一大早就开始喝咖啡了 现在他这边正在做面 这里我们要吃个中午饭 这边的女孩子说中午的很少 去看一下吧 这个店 非常的有特色 这边很多不是一男一女一吃 一斗一斗 我身后 是这边的一个集市 这就像我们那边一个集中中心了 特别的草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市场 它是卖的什么样的产品了 现在已经在进来了 这里的话可以看到 卖了这里在卖很多玩具 这个商家 很多商家很多玩具 然后这里面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 一下是晚上可能人不是特别的多 我们去看一下 这里就是卖很多衣服 就是床单 他这里生意很好 人特别的多 然后这里是卖一些手机的一些配件 线什么的都有 这个都是中国产的 全是中国产的 你看这还有中国字 这些产品都来自中国了 这是零食 然后鞋什么的都有 挺多的 他这可能也是最近 这边做的吧 因为像前段时间以前都没有 这个市场面积很大 哎哈喽 刚刚那边碰到一个中国老乡 在卖了一个冰淡葫芦 我听他说的话 这里是一个展校会 我就不说 怪不得怎么会进这么热了 这个地方 这里 这个区域是些小孩 还有什么 还有舞台哦 这里 全是小孩来玩的 咱们看看这里小妹妹在画什么 哇 哈喽 这里的小朋友在画这个礼物 这儿叫玩沙 他这个掌虾的话 掌虾会面积还挺大 现在这个点人不多 他这个东西垫太多了吧 你看这边又是服装了 不过这衣服还挺便宜的 差不多二三十块钱 这些衣服也全部是进往中国来的 这是卖这个女士用的 确实 确实 特别的多 然后这个集市的话 主要是卖 这边一些少数民族 我看他们购物的话 都是他们这边的人在买呀 这个我在跟自己的小孩买呀 主要是以服装为主啊 这里面 我这里也是在买鞋子了 这些都是中国生产的 确实这个咱们的国货出海还是很厉害的 咱们来这边看看吧 他这里卖手机的这个店铺有两个 我这里一看 卖这个厨房用品的 刀板 盘子啊 锅啊什么的 这个都是中国生产的 也不知道他们这些东西是从哪里 哪里过来的呀 是 这边的贸易公司 然后看这边的话也是这种的 所以有那些中国老板呢 想在这边做生意啊 要么就是做这个 进出口贸易 一些常用的用品的一些买卖 要么就是说在这边来建厂啊什么 自己发现一些合适的产品呢 可以来做一下 你看这里也是皮带了 然后皮鞋什么的 这个是 剃血刀了 这个药也是中国的 中药 质养的 藏药啊 这个市场还是东西很齐全啊 来逛了人也很多 基本上都是这边当地的一些人 还有这周边一些村啊 镇啊什么的 自己来买买用一用 现在咱们 打算出去了 市场很不错 说实话还真的卖的挺好的 这个还是说只是说越南的一个小镇呢 这产品就这么多 然后我说其他地方的话 这个就更不该想象了 晚上8人多 然后咱们在路边吃个 烤绿米 来来点 烤肉 还有越南的 它这个叫做 面包 越南的面包 随便点吃点吧 烤这些吃 记得看的话 味道还可以 然后 比较干净